秀林山站那谷墙在4月19号要动工 预计在年底可以完工启用 不过部落族人也向湘工所反映说 希望同一个家族可以在同一面的柜位 经过部落会议表决之后 5月底公所将会再次召开部落会议 以抽签方式由族人们来选取那谷墙的柜位 秀林向洁美村山站公布那谷墙新建进度柜位放置说明会 日前在山站部落召开 秀林向公所声明理所表示 3月21号山站公墓新建那谷墙工程第二次开标决标 在4月19号办理开工期负仪式 会当中针对骨会柜放置提出三项方案 前秀林下面代表会副主席林一郎 则是建议有抽签的方式来以示公平 当然我们来采用抽签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个方式 但是这边建议说这个家族如果他有十个 十个我会谈他就变成一个号码 一个号码 所以他一抽不用抽到九号九号我有十个 那十个就是九号 所以当他抽到这个号码的时候我的家族都在这个地方 我想这样会比较 不会说一个一个一个不会换抽一个号码 那就是分散了 我想这样应该他就可以接受 这是一个一个一个意见 希望现在我们会也亲自主持整个会议 并且提出两项方案 让部队主人们表结来通过大家可行的方案 刚刚大家讲的抽签的顺序就是依照报名的顺序抽签 还是说依照姓氏的笔画由少而多 这两个大家支持哪一个 支持第一项举手 好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就决定就是抽签的顺序 就是依照报名的优先顺序来抽签 新闻相公属生命令所表示 山山公属纳谷墙设置四座墙 每墙两面公寄有八面墙 每面墙七十个柜位 而这次大家最关心的议题 就是希望家属的柜位能够集中在一起 为了公平起见 五月底将进行抽签来确定自己柜位的位置 来提早作业 纳谷墙入程之后 主线的骨灰罐就要安置地方了 记得喜欢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